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就是说好刑事的审查 这个公投案为什么要公投 公投是不是要为了公共利益 是 是要为了公共利益 那如果说好 这个公投案它不是为了公共利益 甚至它可能去伤害到 社会里面的少数的族群的人权的话 那这样的公投 它有没有符合宪法 那它能不能成案 那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 中选会可以审核的 尤其在我国呢 同意性情向的 因为这个人数比较少 无法经由一般的民主程序 透过法律呢 来扭转它法律上另次的地位 所以呢 以性情向作为分类标准 所谓的差别代言 应使用较严格的证查标准 来判断起合线性 除其目的需位追求重要公共利益以外 其所段以目的的达成 必须有事的外界才能落伏 我们先把第七条保障平等权的意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